记者爆料网接获读者爆料 有网友在抖音上传一段学生攀爬栏杆的危险画面 影片中一名男学生不明原因站到三楼栏杆外的平台上 准备要爬栏杆回到走廊 但一群同学起哄 把他推回到平台上 这名学生试了几次都被同学推下来 最后终于找空隙 爬回到走廊 整个过程都被其他学生拍下后上传到抖音 网友留言批这种行为实在太危险 然后掉下去又要怪学校 这就是现在的社会真可怜 没踩稳就红了 无聊当有趣 到时候出事就好笑 记者追查事件发生在台中市一所私立高中 校方表示根据该学生解释 昨天第三节课的时候和同学在走廊聊天 因为把钱放在栏杆上 一不小心把钱调到平台上 才会跳到平台上简实 抖音上呈现的画面就是要攀爬回到走廊的过程 由于其行为危害校园安全 教官已经和这名同学沟通 让他知道自己做错什么事 接下来也会依笑归惩处